之前也是遇到一個30幾歲的工程師 他每天都要用電腦 用十幾個小時 那他就常常覺得 這個頸部這邊會有疼痛 肩膀痛 然後痛呢 有時候都會痛到這個眼窩的附近 那最近呢 他還出現一個症狀 就覺得 那他就跟他媽媽討論這個症狀 他媽媽就跟他說 這個應該大事不妙 他就跟他說 你這個應該是中風 那當然他一聽到就覺得很害怕 想說有中風這麼嚴重 他才30幾歲 他趕快跑去醫院做很多檢查 就發現到說 其實也沒有中風 那其他方面也沒什麼問題 大概就是有一點高血脂的狀況 那後來他就是轉介到 這個骨科來檢查看看 那幫他做一些理學檢查 發現他這個整候肌群 非常的緊繃 還有這個肩頸 這附近的肌肉都很僵硬 那幫他按其實也按不太下去 那一般來說 可能我們就會跟他說 他大概是有一個 頸陰性頭痛的一個問題 幫他照一個S光 發現他的 我們一般的頸椎 大概是有一個 稍微向前的一個弧度 一個彎曲 但是照一個S光 他已經變成 幾乎是一直線 這樣的話就會影響到 我們一些頸椎這邊的生物力學 也會影響到 我們頸椎跟頭部的一些血域循環 有時候還會壓迫到神經 所以就會導致這樣的疼痛 那治療方式就是說 當然我們就幫他注射一些 局部的一些治療 還有就是請他 要保持好的姿勢 現在很多人就是 在做電腦工作室 一直喜歡低頭 或是都喜歡這樣子 那這樣子就會形成一個 就俗稱講的這個烏龜井的一個狀況 除了幫他做注射治療以外 就當然請他要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還有就是平常要注意這個姿勢 在打電腦的時候 盡量是維持一直線 不然的話這個情況 其實是會反覆發生的 那當然經過這些治療以後 其實他現在就已經 就沒什麼這個頭痛的這個狀況 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們介紹一下看 我們最後一個狀況 想參加各種活動 身體卻跟不上 你的身體缺少了什麼 原來是行動力元素不足 陳醫師 我自己診所裡面有一次 爸爸帶著孩子來看病 結果我發現說 小孩子掛號 爸爸也掛號 小孩子看感冒 看完小孩子之後 我就問爸爸說 爸爸你怎麼了 他說他腳會痛 我就問說 那爸爸你最近這幾天有撞到嗎 這個位置會疼痛 會不會被什麼東西撞到 他說沒有沒有撞到 我說那你有劇烈運動嗎 那爸爸就說有 他就接著正要講 他說他其實平常 沒有什麼運動的習慣 然後結果小孩子的學校辦運動會 那小孩子是一年級 親子滾大球 然後那小孩子就跟爸爸說 爸爸我們兩個人一起滾大球 你如果沒有幫我拿到第一名 我會生氣你 所以爸爸就說 他就開始從那個什麼槍聲一響 他就用力推 他說他瞬間失利之後 他就覺得怪怪的 就開始覺得不舒服了 可是小孩子也很用力推 他也不敢中途說 我好痛 我要退出 他就很用力的給他推到終點 真的有拿到第一名 但是他說他下場之後 就是一拐一拐的 就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然後就一直疼痛 痛了兩三天 那我就跟爸爸說 爸爸你這個平常沒運動 然後可能軟身運動又做得不夠 然後又以為自己還年輕 然後瞬間一用力 那整個不舒服就開始來了 這個酒不動 你偶爾動 而且是劇烈的動 一定有問題喔 有事 我上去幫統一師開球 要投球這麼了不起 有沒有 學體育的 有沒有 學體育的 而且我平常還有在運動啊 對啊 大概四投七八九 而且我都投得滿好的 那球都滿直的 而且捕手都還接到 不會吃土 我想不出來 那正式來了 來了就開完球回家 第二天就好起來 手舉不起來 我不騙真的舉不起來 因為你下頭太多次對不對 就你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運動過 因為我們知道 練核心練習 你沒有去這個頭球 這個部位運動 還好 我當天我就 一發現不對 馬上吃肌肉中施劑 一天就好 遮止痛就好 那你有想要告統一師嗎 沒有 告他什麼 他應該給我轉起來告人家 不要再告 再發我 不要乃哥 你長那種超有感 真的 我們真的誤會 但是往往我們不會去這樣子想 還是會把自己的身體 當三十幾歲在用 然後這個年紀真的就在還債了 因為我四十五歲才開始運動 那一開始運動真的很乖 該做的伸展 收抄 什麼一定要做 要把它補好 補滿 後面就覺得自己越來越厲害了 然後開始了 就上了 然後結束了就慶功這樣子 完全沒有去做那件事情 大概從四十幾歲 我就一直很有概念就是 每天早上要吃一些保健品 你二十幾顆對不對 對 我跟你有拼 而且我可以練就二十幾顆 維他命C啦 D啦 B群啦 美心鈣啦 魚油啦 膠原蛋白啦 蔓越莓 蔓越莓 對... 然後這樣一把 我已經練就一身好功夫這樣 一字之完 一把耶 這已經是一個特異功能了 這樣 特殊技能 就大概四十幾歲 每天就會這樣子吃 可是你這樣子吃的時候 你能感覺其實 好像有點在吃安慰 吃心安的 好像有沒有對自己狀況特別好 對 但是能夠維持自己 就覺得很好很好很好 然後特別是五十歲以後 身體就越來越不聽使喚 我就覺得好像這樣也不對 然後我們也是那種 很怕麻煩的人 我就開始去做功課 去找 去開始去找說 有沒有那種 能夠讓我簡簡單單的東西 然後又能夠照顧到我的這樣子 我就找到了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 你一定也需要 我應該不會要 乃哥你自己是學游泳的嘛 對不對 我看到了 知道了 知道 因為游泳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然後腳還要踢對不對 然後騎車雖然是這樣子固定 可是腳你也會動 跑步更是全身嘛 所以像我平常在運動的時候 大概都會運用到這些位置 那我後來找到 我覺得這個超厲害的 怎麼說呢 因為它是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寫一個五十加 PLUS PLUS喔 他都PLUS 我最近被制約 你是不是吃了興奮進來 我跟你講 真的 因為它是PLUS 所以呢 它那個裡面所有的 我早上吃的那把裡面 通通有 維生素C 是 D 然後鈣 然後鎂 全部通通有 而且它不只有 它還加量 PLUS 有往上加 它真的有真量 然後之外呢 因為我之前就不能夠喝牛奶 因為我對牛奶過敏 所以我的鈣就要很認真的去補 要補多一點 它這個超厲害的 因為它那個一顆裡面就有 600mg的那個鈣 它就等於是兩杯牛奶 所以我一天只要大概兩顆 早上一顆 然後晚上一顆 它可以幫助你的骨骼 因為以前感覺就 這個好像吃了就吃骨骼好嘛 對 錯 我跟你講 因為它除了骨骼之外 還有肌肉 然後連膠原蛋白 然後呢 現在就這樣一天兩顆 我都可以去爬後面 為我們家後面有一些步道 然後我接下來還有想 負重去爬子 很好啊 大概扛個10公斤15公斤 然後去練腳力 那有沒有想說 嘴巴講講是不是 抱歉喔 我有 然後我跟你講 我要這樣 真的軟Q 然後做像這樣做這種動作 基本上 都沒有 你放心 我明天早上起來也是OK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在那邊探東西 站到最上面 我很乖 我是真的做得到 然後那個什麼Bobby跳 也沒問題 真的 就是沒有問題 那譬如說 不容易耶 我蹲下去 然後我蹲下去站起來 像我們這種年紀 有時候蹲下去 爬不起來 一定會一一啊啊 對不對 可是現在呢 我跟你講喔 我們繼續錄影 錄到完 我可以 那厲害耶 真的 從小被罰罐了 怎麼知道就是 好 來繼續 這個也是愛面子的 真的 然後我跟你說 它是一個骨骼 肌肉 手膠原蛋白 三效合一 全方位照護到的一個東西 對 如果我們想要 跟代偉一樣 有這麼精采的生活 我們一定要提早做好 我們身體的保養 那身體的保養 一定是從骨骼 肌肉開始 每天不論做什麼活動 一定會用到的 就是骨骼跟肌肉的部分 那骨骼跟肌肉 這個要保養好的話 我們常常都會跟病人說 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要有 第二件事情就是像代偉姐一樣 做適當的運動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有 對的這些保健食品的使用 我們的骨骼裡面分成 主要是有兩個成分 70%它主要是無機物 像是這些鈣磷等礦物質 這些堅硬的物質來組成的 另外30%它是膠原蛋白 就像剛剛有講到這膠原蛋白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骨頭裡面的鋼筋 那鈣是水泥的這個部分 另外維生素C 它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維生素D的話 它可以去促進我們對於鈣的吸收 那鎂它是有助於維持 我們肌肉正常的功能 50歲以後我們身體裡面的鎂的存量 會降低 另外維生素D的合成能力也會下降 尤其是現在很多人 它很少外出或是即使外出 它可能會做好非常好的防晒 都沒有曬到太陽 這些族群更需要去注重 這個維生素D的攝取 可以讓我們在50歲以後的生活 可以四處的遊山玩水 然後享受這個樂活的生活 50歲太保守了 他們60幾兆要遊山玩水 真的 這兩位真是好的示範 對 如果你真的壞事殘生 做什麼都不順 有時候不要在那邊怪水逆怪運勢 可能真的你身體出問題 真的要有危機意識 對 如果你身體感覺到 力不重新的時候 還是要從健康下 不管是像我們跟楊醫師說的 不管運動 保健 食品 這些 幫助讓自己身心靈 都能獲得健康 對 好 祝大家健康 謝謝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